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正在热应 此次是小斯蒂芬·卡普尔首次指导变形金刚真人电影 在接受我们专访时他介绍 相较之前迈克尔贝时代的作品 这部新的变形金刚出现了更多有趣的新角色 也为整个系列开启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观 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的故事重返上世纪90年代 不仅有晴天柱领导的汽车人回归 还引入了巨无霸阵容的全新角色 这是一场前所未见的危机 举无霸 举着人 出发 自诞生起 变形金刚这一IP就席卷全球 深受无数人喜爱 导演小斯蒂芬·卡普也是粉丝中的一员 此次首次指导变形金刚真人电影 他表示将通过该片 为这一系列开启一个更大的变形金刚世界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置一张大网 通过这部影片介绍不同的星球 不同的外星机器人 给变形金刚系列引入更多新的元素 粉丝们非常喜欢超能勇士系列里面的角色 所以我们选择他们作为新角色 带到了影片里 而且无论是杨子琼配音的《飞剑勇士》 还是朗普尔曼配音的《晴天盛》 我希望这些角色的塑造上有我自己的印记 采访中他还透露 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将开启新的三部曲 同时他也希望有机会能来中国拍摄续集 如果能够去中国拍摄续集 一定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所以我很期待能够去探索一些有意思的东西